四大天王就是代表自爱 这是分东南西北了 四天王 东方天王 他的名号叫护国 护国天王 护国意思隐身 护字 护家 护族 护你的邻里相当 护社会 护国家 护民族 护整个世界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护国 最重要的一桩事情 我们中国 古老的祖先 叫我们 忠勇之道 最重要这个条件 要懂得用忠 不能固执 也不能不及 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这就是最善的 至于至善 那中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佛法里头 深情 不同 那就太多了 这个中国 中国哲学里面 四书的忠勇 就是讲的中 那个里面 是我们中国老祖宗 所讲的标准 天王给我们代表的名字 意思懂得了 他手上拿的琵琶 琶琶是乐器 不是说这个天王喜欢唱歌 不是这个意思 琵琶代表忠道 玄要起 玄不能太紧 紧了它就断掉了 也不能太松 松了就不响了 要调到适中 音色就没了 取这个意思 你要把它调和适中 在大乘佛法里面 叫忠道敌业一地 他表这个意思 能够行忠道敌业一地 是什么人 祝福如来 发生大肆 设法界里面的佛 菩萨都做不到 忠诸威要晓得 不拼 不洗 这才是中啊 六道里面的人 做不到 为什么呢 他有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就偏就血 就不得其真 忠跟正的意思是一样 四圣法界 所行的那个中道 是相似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 分别执着 他断了 妄想美尽 他还有起心动念 所以 不是真正的 珍重 一定要到 明心见心 六根在六尘境界上 真正做得了 不起心 不动念 这才真正做得了 中正 这是中到最高的标准 法身菩萨 正得 正得 就超越 舍法界了 不止 十六道 护国天王 表这个意思 我们见到 护国天王的相 就懂得 表法的一去 我们处世 待人救 要心 中等 不贫 不邪 去这个意思 对 二 二 二